大家好我是紅茶 那來看一下陸服的至尊賞出跟第一賞出的對決 他是玲瓏開智加向死而生 那他有諸葛亮加3 然後有夏侯淵跟SP小喬 夏侯淵的技能的話我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用 敵方武將因技能效果回復兵力時 會造成敵方三隻的傷害 那這個東西 他要拿來幹嘛我們來看看 那右邊的話是宏大橋陣 你看那這個東西這個想法也是很不錯的 大家慢慢看一下喔 直接像小喬直接打自己人 然後就觸發諸葛亮 諸葛亮的突破呢 只要受到傷害的時候就可以打擊喔 所以我覺得是聰明的喔 你看打了自己 然後夏侯淵有一點像是客製紅大橋的吧 但我看起來好像效果並不是太有用喔 我這個想法是不是很好 我覺得超好的 就是用小喬搭配諸葛亮 然後用小喬來觸發喔 因為小喬會打自己人 哪來這麼聰明的想法啊 就是因為剛剛那個 就是戰 戰國有一個朋友喔 也跑來 也就是我們在聊天 他也講到說 小喬跟諸葛亮可以拿來配 我就想欸 好像很聰明的組合 沒有想到大陸 就真的拿出來配了喔 那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一般人都會只想到 小喬可以拿來當 搭配天之士林啊 一氣三清四破陣啊 那搭配這隻 在這隻上面 強到炸掉 你看 太痛了喔 諸葛亮這個模仿 實在是很痛 然後他又不是像一般人的發展 可以去做克制 就是像什麼 SP孫全啊 龐桶啊 都沒辦法用 因為他是魔防 基本上就靠這兩隻 就把他打爆 真的 那他的技能喔 就是 玲瓏開智向死而生 等於有跟沒有 其實差不多 然後齁 某是 出格亮是某是 那小喬是連弩兵 就這樣